大火几乎吞噬了整个燃煤输送带 铁皮坍塌后 浓烟不断从小窗户窜出 好像黑色龙卷风 这次台中火力发电厂 输煤转运塔 上午7点 输煤皮带窜出火苗 很快引发熊熊大火 附近几个消防分队都来支援 我们总共输送了25部的驾驭车 67名的驾驭车人员到达电厂享用 那支援带总共 现在是燃烧了276公尺的每个支援带 那燃烧边际大约在4000公尺左右 虽然火势已经获得控制 但焦黑的浓烟直串天际 几公里外都看得到 环保局监控空气品质 针对部分地区发出警告 今天的风向是北北东风 那影响的层面可能趋近于 靠近台中跟彰化零件地区 而台电表示 这个转运塔主要负责将 限煤码头的燃煤送到煤厂存放 目前燃煤库存足够 机组也都正常运作 三条的一个输煤皮带 大概有受损 那整个来讲 暂时并不影响我们电厂的一个发电 这场火警 所幸没有造成厂区人员受伤 起火原因与财损 台电公司将后续评估 大家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了